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聞面對面 我是謝忠 我是谷徽宣 今天幾乎所有的報章的頭版頭條 大概都會是讓所有的台灣人 最高興的一個新聞 沒有錯 等一下來看一下五哥的右手 大家知道大家高興的是什麼 對 那這樣你拿到LPGA 在台灣辦的第一場比賽的冠軍 OK 就是這個 好不好 昨天你只要有到球場去了 大概不管在臉上 在手上 都會印 都會印一個 那當然本來有一個贊助廠商的logo 那在鏡頭上面沒有辦法秀 其實你不管有沒有到現場 我覺得大家都沉浸在那 倒不是要跟你講高爾夫球 而是所有人沉浸在一個 像是一個國家慶典的嘉年華會 所有人在場上 你看到那個國旗揮舞的樣子 你會同時在那裡頭認為 在今天是全台灣 大概所有人最團結的一天 所有人在挺的是中華民國 所有人在挺的是台灣 就是這個樣子 到現在不願意弄掉進去 那個心情還沉澱在那裡頭 但當你從球場一走回市區的時候 你又墜入了這五里紅塵中 然後又發現政策還是現實的 因為你還是必須要來跟大家聊這些事情 那雖然所有的人都希望說 我們台灣能夠走出一個 非常光亮的一個未來 但是在過程當中的進逐 譬如說這幾天 你可以看得到尤其在昨天 昨天北中南三個參選人 包括馬英國 蔡英文 宋楚瑜 剛好大家各分一個 對呀 蔡英文在新北 然後宋楚瑜在台中 然後馬總統在屏東 每個人各在一個地方 好好久不見的宋楚瑜又出現了 這一次當然接受了一個 一個有部分的一些的民眾 對 當然覺得說 傳統上可能是比較傾向於 綠營的一個媒體的一個專訪 在那個過程當中 宋楚瑜直接明確的說 我記得宋楚瑜 上次在專訪的時候 很多人就包括現場來賓 都直接問他說 有啊 王世奇也一直問他說 你要不要參選到底 這四個字你要不要講出來嗎 好 他這次明白的說 只要參選過門檻 他一定參選到底 馬總統聽到這幾個字 心裡面會怎麼想呢 藍營的支持者又會是怎麼想呢 那這幾句話拋出來 難道是因為 連署到了一個 有人講說到一個瓶頸 要再上去有點困難 需要再加上 綠營的一些支持的票 才能夠這樣過去嗎 OK 好 可是宋楚瑜除了這個以外 他也面臨到了楊秋昕 這個議題 禮拜五楊秋昕公開的 平馬英九 然後有四大理由 那這個時候 你可以發現宋楚瑜講說 他不靠大咖 靠的是台灣人民 包括宋楚瑜陣營裡面 也有一些包括 像劉文雄委員 就直接講說 楊秋昕 楊秋昕政治人格破產 要講這麼重的一些話嗎 其實馬英九總統 他們爭取了楊秋昕 目的在誰 有媒體說 其實根本不在立雲 目的在宋楚瑜 只要把宋楚瑜這一掛弄掉 藍營在大高雄大團結 最起碼 力拼輸贏五萬票以內 好 馬州喊出力拼輸贏五萬票以內 小英在新北市 新北市喊出輸贏十萬票 可能嗎 十萬票 包括在新北市的立委 吳醫生就直接講說 小英要在新北市輸贏十萬票 很難吧 他有什麼信心能夠講這兒 待會來聽聽看 他怎麼說 其實小英就直接講 他覺得馬總統 最近焦慮異常 和平協議丟出來 公投丟出來 他甚至講說 國民黨是不是要用 傳統的選舉部署 什麼叫傳統 他說不是奧博 他講的是傳統 什麼叫傳統 他有問問看他的發言人許家欽 到底這是什麼樣一個解讀 OK 兩大陣營 大家各自會提出很多一些攻防 阿嘎贏刀 楊宅是解決的嗎 對 楊宅是暫時直學了 這是奶公講的 我奶人說的 OK 那為什麼殷宅的事又理 又有兩瓶的公有地又出現了 就阿嘎贏署 講完了 就阿嘎贏祖先的署 又拿出來講 反正就一直在這裡頭落 可是中間有一個重點 綠營在未來 會不會有一個攻擊的地方 阿嘎 搬到楓原 跟他一起搬到台中楓原的還有誰 他岳母 他岳母一起搬過去 你不要忘記 當初阿嘎他岳母要從農舍出來的時候 曾經講過一句話 難道要我到總統府去住嗎 他現在住到了台中楓原 決戰中台灣 這會是未來的一個變數 馬總統不要講了 馬總統最近的攻勢 大概是鮮少見到馬總統 這麼強烈的一些攻勢 從兩岸和平協議 一直到公投 從來沒有人想到說 問問路亞如馬總統者 怎麼會丟出這麼強烈的一些震撼彈 為的是什麼 在選情會有什麼樣的一些變化呢 來 看筆箱 為了連任 連和平協議都會說出來 連公投也講得出來 你就知道說他真的很焦慮喔 2012總統大選選戰倒數第82天 在馬英九總統拋出兩岸和平協議後 現在已經演變成公投大戰 馬總統 陳水扁犯的錯誤 你不要同樣犯了 雖然在兩岸議題上再先戰火 而青島主席宋楚瑜則是批評 恐毒是藍綠巧作的假議題 還公開炮轟工黨 推口哨要藍綠歸隊 是企圖將宋楚瑜邊緣化 甚至重拼金馬體制 說多質疑 馬政府到底是誰在做決策 那到底誰在選中的 到底誰在出政 不敢成為第三者 青黨積極打入選戰主場 此時前高修縣長楊秋心 卻高調停馬 難以甚至喊出高雄輸贏5萬票內 雙英大戰 宋楚瑜真會因此被鼓勵嗎 為台灣的怕掉聲聲 但我媽總統無故地 建設聯誼的名字 這樣還沒 內外假攻 儘管宋楚瑜上週 在接受媒體專訪時 強調只要超過門檻 就一定參選到底 青黨連署 是否已經達到了上限 而民進黨阿嘎的家 從楊宅又炒回英宅 雖然蔡英文競選總幹事 吳南仁表示 農舍已經執卸 但是否真的執卸了 還是會有未爆彈 而林恩總統大選 更多新聞內幕 請看今天的新聞面對面 好 趕快為您介紹 今天邀請到的特別IP 好 我們現在接下來是 立法委員吳玉生 早安 晚安 在叫最新媒體人 鄭裴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在叫最新媒體人 陳青蘭 大家好 我們在叫是民進黨 蔡北方議員 石家青 大家晚安 在叫是政治觀察 家裡建南 大家好 在叫是基建媒體人 王時期 大家好 好 林曉大出國一陣 對不對 好 林曉大 最近國內選情的一些變化 我就直接請教一下 因為宋主持人好一陣子 也沒有出現在 不管荧光幕或什麼 然後上禮拜接受專訪的時候 面臨到的就是 楊秋新的問題 楊秋新真的不算大咖了嗎 楊秋新難道對你們來講 不會有殺傷力了嗎 這個第一個就是我們講 外行看牌子 內行看底子 外行是看他這個人掛了 這個 這個媽媽 這個總部 什麼總幹事 但是內行會清楚就是說 真正在動這個票的 那些下面那些底 那些幹部在哪裡 就是這些 這些幹部現在都還沒有動 是嗎 這些幹部現在幫忙都還在觀望 這些重要的幹部 就好像說你一個統帥 就像那個老蔣被共產黨打垮的時候 那些統帥都是永遠講委員長萬歲 但是他下面的營長團長 很多是開始衝動的 這點我不講 但是他們也會看 他現在還沒有決定誰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這裡面70%都一個信息 希望兩個不要打 但如果打了 他們決定還是幫送 因為這些人都不可能 當部長以上的高官 也不可能到國營企業 當董事長總經理 他們要在地方生存 他在地方生存的本錢 就是習情重義 就是有情有義 所以如果送真出來 所以那個時候地方 朋友是看你講不講情義的 所以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大家知道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人在政界是心不由己 所以這是我們都諒解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 你怎麼會這樣 我不曉得他怎麼說的 我是今天看那個 聯合法黑白一集方塊 他現在真的要小心 隨便講出一句話 就被人家當重要新聞打了 送出一講再重要的政策 但這個報從來不登的 所以裡面誰講出一句話 就好像當那個頭條新聞在報 所以他這個呢 這個我們根本就不 因為你侵蝕到了就是侵蝕到了 侵蝕不到你就得煎熬 侵蝕到了那就是整個一面倒 所以這點是說 這個呢很多是世代人為 OK 所以目前誰站誰站 其實那都是一個形式 當然也是國民黨目前的一個氣勢 可是整個氣勢在我們搞選舉講 那個呢就是氣球吹起來的 那中間是骨架 這個支架才是下面各個各個角頭 各個各個幹部 所以這個支架 它最後呢它要達到基層 它要看人民 OK 所以最後還在 因為它是從土地才有支架 支架才上面一個帳篷搭起來 所以你現在外面來了 但是這個支架呢 現在還沒有表態 對 你好 對 我想問一下 你剛剛講說 70%都希望雙方 就是馬宋雙方不要打 希望不要打 但是宋先生在 如果真要打了 他們也都很多那個 對 可是上禮拜宋先生已經講了 只要過門檻 他就參選到底 四個字都說出來了 除非宋先生不過門檻 要不然怎麼可能不打 宋先生的一個原則就是 就是能慎選 他還要堅持到底 還有這個前提嗎 慎任 他實際上先做 如果慎選就要慎任 這還是我們目前真正 我們重點在的 那這個 這個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就是說 那這個慎選要中間看很多 很多情形 所以他一定要 所以他什麼 他要保持奮鬥 保持努力 那在這中間呢 就是說整個要翻牌的時候 就是要讓你 就要讓你馬自然而退了 所以現在 但是不是那個情勢 他自己也要考慮 未必是我 OK 但是如果這個 所以現在真正講 是在外面 我今天講 你不要看台子上站誰 在台灣中南部 是神壇發誓幫誰 所以大家要到神壇 以前展鏡頭 現在機不會被展 但是他要到神壇 我可以告訴你 我就看了六七個這個場面 幾個人說 在神壇那邊 大家要講 你唱歌 沒有講就唱歌 在神明前面講 希望這兩人好好講 如果真的沒有好好講 我還是可以送 時期 你最關鍵的是 宋楚瑜會不會參選到底 這幾個次 他已經說了 可是你要 照理老大那樣講 好像還有些變數在裡頭 他已經說了 所以現在接下來 大家開始擔心的問題是說 他是不是連數的狀況 不是很好 OK 對因為這次的連數 親民黨一直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告訴我們一個 大概的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剛剛李老大也跟我講了一個狀況 他就說 這一次的連數跟之前不一樣 是因為 之前是一個一個來連數 合不合格 我當場就可以知道 可是這一次 他可能是散出去 然後是整次回來 一次回來一千份 對如果這一千份當中 就是如果不合格的話 你也很難再去找到當事人說 麻煩你校正一下補證一下 所以他可能被剔除的數量 老實說是有可能比較高的 那既然被剔除的數量可能高的話 你的底就要墊的更高 你就必須要超過25萬7、25萬8 再往上加個10萬 可能要有個30萬左右的保險數 至少要 就是那個保險安全數要多一點 所以這個狀況是不是會變成說 的確那個連數的狀況不是很理想 我覺得這是宋楚瑜那天的專訪 透露出來的另外一個訊息 感覺上他有在催票的感覺 所以大家趕快去連數的感覺 對 我們補充一下 通常就是說你在這個 我們也比較知道說養兵千日用在一招 所以為什麼要有一些黨工 他在後要發揮作用 那我們沒有 他就養不起這些專業黨工 那你說義務幹部 那我們這有很多不是義務幹部 是勤役幹部 他自己勤役的 勤役跟勤役還受訓練 他自己勤役的 我到總部我還拿一些單子 我去找人 那找人的時候他沒有受過很多訓練 他有時候去教的人的時候 就像我這邊我講一三話我收一百張 我裡面有十五六張是可能是有問題的 那以前都有很多贊 很多贊人家在收 你看欸對不起先生 你這邊補了一個東西沒有填上去 會有這個 當然這是我們的法力一個問題 廖大根本不要講說這一次的 跟上次不一樣 你光拿上一次好了 2000年那一次送先的連署 總數大概有150萬 最後送到中選會 最後核定的是95萬左右 那就是將近三成左右是被刪掉的 以你們講說是那樣的算法的話 也是大概三成 所以這一次的話 如果一次是回來伊托拉谷 那就被刪掉的應該會超過三成 上一次很多刪掉的是什麼 大家透露到這一批人就說 這個連署場去受 那有的人又重複到另外連署場去受 所以有一些是這樣的 但是這一次不一樣 可能就是說他在寫什麼東西 但是你也必須承認一點 這一次要求比上次也很多 但是我們也得到很多人的一個鼓勵 如果像宋楚瑜都沒有辦法連署過 請問誰可以連署過